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字典推导式 对于字典呢,它和列表圆组一样 也可以使用字典推导式来快速的生成一个字典 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呢,和这个列表推导式类似 只不过把列表推导式当中的中括号换成大括号 并且在这个原来的直表达式前面加一个键表达式 后面再跟上一个英文半角的冒号 比如说呢,我们要生成一个包含四个随机数的字典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写 由于要生成随机数,所以呢,我们需要导入随机数模块 Import Random 导入随机数模块 之后呢,我们就来生成这个随机数字典 RandomDict 之后是一对大括号 里面呢,我们先写这个for循环语句 循环变量设成i 然后是in关键字 后面跟上认指函数 来生成一个循环四次的循环 这里面呢,我们让它从1开始 之后结束直是5 那么在这个for循环语句的前面呢 我们先写这个键表达式 对于这个键表达式呢 我们采用数字来表示 就是我们这个循环变量i 之后是一个冒号 然后再写上这个值表达式 那么这个值表达式呢 我们就采用RandomLay当中的RandomInt 来生成一个10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OK,这就是一个字典推导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输出这个字典 运行一下程序 我们看 这样呢,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字典 它的键呢,就是1到4的数字 然后对应的值是我们生成的10到100的随机数 这就是字典推导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还是前面视频当中我们举的这个场景 在一个寝室里面 有4位美女 那么她们的名字呢 被保存在一个列表当中 所对应的星座呢 保存在另一个列表当中 现在呢,我们要编写一段代码 要求是应用字典推导式 来实现根据名字和星座 创建字典 那么我们来编写代码 这里面把这些代码删除 然后我们先来定义一个保存名字的列表 name 之后是一对中括号 里面是4个名字 就是这4个名字 这是保存名字的 之后呢 再定义一个保存星座的列表 sign 这里面是 这里面是 上面4个美女所对应的星座 就是这4个星座 那么这个是 保存星座的列表 保存星座的列表 i 和 j 然后是 in 关键字 之后呢 我们需要通过 这把函数 把上面的名字列表和星座列表 和星座列表组合为一个圆组 先写上名字列表的名称 然后是星座列表的名称 那么这里面的 i 和 j 呢 它对应的就是生成的这个对象里面的名字和星座 这是一个循环语句 之后我们再写上 键表达式 那么对于这个键表达式呢 就是这个循环当中的 i 之后是一个冒号 然后再写直表达式 就是这个循环当中的 j 一个空格 OK 这里面需要有空格 大家不要忘记 那么这个是 字典推导式 之后呢 我们就来输出这个字典 OK 我们来运行程序 我们看 这样就通过了字典推导式 生成了一个美女名称和对应星座的这个字典 从这个代码来看呢 它是比较简洁的 那么我们在创建字典的时候呢 如果可以用字典推导式实现的 那么建议采用字典推导式 OK 关于字典推导式的内容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ide文字典推导式 而 creators 的